你找我 我查到了关于我母亲 航雪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当年酒后乱姓 抢奸了我的母亲 事后你还不肯娶她 愿意娶我吗 你配吗 导致她未婚先孕 背负着各种流言蜚语 最后逼死了她 你 你 你究竟要干什么呀你 这是花 是给你准备哮喘的花 向你索命来了 小雪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如果老爹可以给我 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一定会抛弃 我错了 去年八月 我国首个新年特区 在深圳特区 正标识在我们国家 深圳特区 1980 我重生了 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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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啊 放开我 昨天晚上喝多酒 对我做出那种事情 你现在还要发疯吗 藤玉 人生从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再犯 当年的错误 畜生 当着文村之书的面 你还敢欺负小雪 姐 你也还活着 别叫我姐 你个畜生 师父还没醒酒 你看我不拿棍子打死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咱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 人家唐雪是亲生 插队来的女知青 嫁个月就拿反程名额回去 说你 喝了点小酒 就把人家给点污了 冯叔 我做错事我认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小雪 负责到底的 负责到底 我告诉你 小心唐雪 告诉你 我们就得盼乡 就得坐牢 坐牢 小雪 我们爹娘走得早 小义是我一手拉扯大的 你能不能不要告小义 现在 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李毅了 那就是 让她娶了唐雪 但是 还得看唐雪愿不愿意 小雪 对不起 我 你愿意娶我吗 我愿意娶你 不行 我反对这么婚事 许鸿 你不再执行点 来这干什么 唐雪可是我们执行点的优秀执行 她欺负唐雪的事已经传遍了 我是代表所有执行来的 别胡闹 你是要李毅助劳吗 她坐不坐牢我可不 但是冯叔 我得提醒你一点 根据上面的政策 如果执行在当地结婚了的话 就不能阿贝反抗 唐雪 难道 你想像李毅一样 一辈子烂在这穷山沟沟里吗 你笑什么 我笑啊 你口中的穷山高高 在我眼里 可遍地是黄金 唐雪嫁给我 整个越来越幸福 笑话 你一个没爹没妈的臭流氓 人家彩礼钱都拿不出来 你听什么 不 李毅 想干什么 再怎么样也不能打人 我要是再听到 从你口中说出这种 我打得你反成 连你妈都不认识 如果李毅 想去唐雪 就必须准备五百块钱 李金 冯叔 城里的产业工人 一个月都只有二十几块 我们家怎么能拿得出五百块啊 弟娘去世前 就把你姐弟俩托付给我 如果拿不出来 我这还有点 毕竟人唐雪是知青 要是不把人家 纷纷光光地嫁进的 以后人在村里人面前 怎么能抬起头 可是 这彩礼我同意了 而且除了这些彩礼 我还要为小雪 置办三转一箱 李毅 你疯了吧 三转一箱 可是最高配置的物件 先不说手表 缝纫机和收印机 光是自行车 就要一百二十块 还得拼票购买 你拿什么买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 那我就等着看你笑话 小易 要不我找你姐夫借点 她说不定 放心吧姐 我自有办法 小雪 你别想太多了 小易虽然不着调 我砸锅卖铁 也会让你疯光一下 进我们李家 姐 别担心了 我明天啊 就弄几锅凉皮 去县里去卖去 保证赚个大的 你疯了 这可是投机倒把 被逮到需要坐牢的 不过 这能赚到钱吗 放心吧 一定赚 凉皮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啊 大家快来尝一尝啊 石头 怎么了 李姨 你啥意思啊 捅了那么大炉子 还有点出来摆摊 兄弟们愿意叫你一声 一哥那是看你讲义气 这事做人 也太不立得了吧 我做了什么事啊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把小雪姐 你睡了 你也真不是人哪 当年我姐落水的时候 就是小雪姐救的 今天我说什么 要让你去跟她认错 走 哎呀石头 石头我知道 唐雪对你有恨 但是你放心 我会对她负责的 而且 我要 我要去唐雪为妻 风风光光的去 至少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村里面人 干个几年累死累活的 也不一定 挣到一千块钱 这样 我们来打个赌 我要是一天之内 能赚个十块钱 你就答应帮我个忙 行 但是你要是赚不到 可别贵兄弟翻脸不认人 没问题 来吧 看好了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啊 正宗的琴省凉皮 不好是不要钱啊 不好是不要钱 什么玩意 我早就说过 你卖这么贵 怎么可能会有人卖 我现在就把兄弟们叫过来 带你去跟小雪姐认错 小伙子 这个是什么吃食啊 这种美食叫凉皮 是琴省最有名 最经典的 夏季解暑的特色小吃 怎么卖的 三毛钱 外加二两粮票 这么贵 走走走走 哎 不好吃的话 我不收你们钱 慢用啊 小伙子行啊 做这凉皮啊 至少得一斤白面 再加上各种调料 三毛钱真的不贵 来来来来 走 走 走 哎哥 这边这边这边 怎么可能卖出去 感动一哥 走开走开 今天有我在 我看谁敢动一哥 石头 又咋了 我以为你没凉皮 被人打 凉皮呢 卖完了 这么快都没完了 对啊 哎 还想吃一碗 真的是 这里是十八块三毛钱 来 看见这个蘑菇了吗 咱们后山有很多 你啊 带几个兄弟们 一起采蘑菇 哎呀 你采这玩意干嘛呀 有用 你就别问了 小鱼不好了 唐雪出事了 什么 小雪 发生了什么 小雪姐 是谁欺负了你 说你们把你出气 是许红 她为什么要砸小雪的宿舍 我之前拿到了 反称名额 如果跟你结婚 就不能回去 要把名额让出去 所以她就抢了你的名额 岂有此理 许红这个王八蛋 凭什么抢你的名额 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她说了什么 这 你说呀姐 姐 都到什么时候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她说我为人放荡 不检点 说我大姑娘家 往别人被窝里钻 跟别人搞破鞋 应该拉出去游街 家母姐真是满嘴喷糞 一哥 你能忍 兄弟们忍不了 走 坏了 小一是个愣童鸡 要是没人拦着她 准得见血 你们说 我到底哪里比不过李 宁愿跟她个二六子 也不选择我 霸占的反乘名要不让出来 徐红呢 谁 谁找我 凭什么打人 还有没有往法了 把我们执行到外地人 好欺负是吗 行 我打完 给你们 人太甚 干他 我看谁干多少 你想招惊人多欺负人少吗 我告诉你 返乡的事情想都不要想 如果再让我发现 你在背后教我媳妇折根 我撕了你的嘴 嘿 唐小的还没嫁给你 算什么你跟他会什么话 射死他 住手 李 还不松手 说吧 为什么打人 松手 他欺负我媳妇 还辱貌我媳妇是破鞋 你说 我该不该替她做主 欺负你媳妇 你有媳妇吗 小雪就是我媳妇 一哥没做错 许红不仅想抢小雪姐的灰尘名额 还说了一对恶毒的话 谁能忍呢 你们凭什么知道我 我说他有什么毛病吗 他唐雪 一个公演家家的 跟二六子钻床单 不是破鞋道夫是什么 就算我和小雪有过界喜欢 那也是我的问题 小雪他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凭什么要你们心里没数吗 就算反常的名额小雪不要 这么多知情赞 凭什么让给你啊 徐之星 这事你不对 向唐之星赔礼道歉 我有什么差 我凭什么道歉 黄叔 这种人就是欠打 快住手 你要不认错 车里扔不下你 对不起 跟我道什么歉 跟我媳妇道歉 道歉 对不起 李一 算了 我们走吧 我告诉你们所有人 一个星期之后 我回来吃清点 跟唐雪提亲 你们要是再敢欺负唐雪 打断她的腿 大家跟我走 这面不是咱们这儿的吃食吧 属于秦省特色 又是秦省 你老实和我说 是不是早就盯上小雪了 啥意思 你还装 小雪老家就是秦省的 这凉皮和油泼面 都是秦省特色 你敢说 你学的这些秦省美食 不是为了小雪 我 梅姐 我吃饱了 我先回这项点了 姐 我也先走了啊 同志你好 你好 两位吗 我们不是吃饭的 我们找一下刘所长 你们找所长什么事啊 我和你们刘所长约好了 要把这批蘑菇卖给他 麻烦你通知一下 好的稍等 刘所长 有人找你 同志你好 是国营招待所的所长 听说你是来自我 来卖蘑菇的 我先看看货 好 你这蘑菇成色不错 显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我给你七毛一斤 以后你们要是还有这样品质的蘑菇 我都要了 一哥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那个蘑菇就能赚几百块 好了 今天还要去知青点提七 快回去吧 一哥 那是不是躺了个人呢 走 同志 同志 醒醒 同志醒醒 石头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去 我要去提七 一哥 我先去了 好 县委书记王建国 这人啥意思呀 他不是说要提亲吗 这么晚了还不来 他就是放鸽子了 这么晚了还没来 显然是不来了 这堂血丢人 可就丢大咯 这就是女人不守妇道的下场 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就是 婚前失真 就算是嫁过去 也不会幸福的 你们闭嘴 好歹都是知识分子 你们就这么变派小雪吗 我们说的又没有错啊 来了 他来了 今天不是李仪定亲吗 都盯着我干嘛 还不是啊 李仪没来 我就知道 哎 小雪 我早就跟你说过 那李仪啊 不学无术 有手好心 之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向你定亲 其实啊 就是撒谎骗人 你胡说 我弟就算平时 不着调了一点 但是他绝对不会 在这件事情上胡闹 是吗 那他怎么还没来 要我说 他就是在骗人 小雪别急 小一肯定会来 他真的会来吗 别等了 我今天啊 看见他跟村里的石头去了县里 绝对是去鬼混了 我弟是去县里赚钱了 他不是去鬼混 真的 他一个大字不识的耳溜子 你告诉我 他拿什么挣钱 我拿什么赚钱 跟你有什么关系 告诉我 他拿什么挣钱 我拿什么挣钱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才来啊 姐 陆少师耽搁了 小雪 等着急的吗 慢着 日红 你又想搞什么 连定亲最基本的规矩 都不知道吗 彩礼呢 这 糟了 石头送我建国去医院时 把罗车上的彩礼 一起带走吧 连彩礼都拿不出来 你好意思说 要和唐雪定亲 你胡说什么 我彩礼已经在路上了 还在叫 我看你啊 根本就不是 诚心想娶唐雪 谁说我弟没有准备彩礼 都在我这呢 十几块 这也叫彩礼 哦 对 他礼艺一个 只知道 坑梦拐骗的该溜子 他怎么可能 能拿出五百块钱呢 就算李懿没有彩礼 我也愿意嫁给他 小雪 你说我们一起下乡 这么多年 他就拿出这点钱 我都去你丢人 实在不行 还是嫁给红哥吧 红哥的彩礼 那肯定是比李懿 丰厚多了 对啊 像李懿那种 拿不出彩礼的男人 就不值得你嫁 谁说一哥拿不出彩礼 为赢取唐之星过门 一哥愿意出彩礼五百元 一票 面票 邮票 各两斤 三串一响 缝纫机 收音机 手表 自行车 此外 这车 都是一哥的彩礼 唐之星 我是村通投的媒婆 我今天是帮李佳 向你提新来了 你们两个虽然是自由恋爱 但是该给的彩礼呀 一点都不会少 除了之前说的 这里还有棉布两尺 花布两尺 带花的糖瓷脸盆两个 毛巾两条 香皂两条 牙膏两条 红糖等等等等 哇 这么多呀 小一 你不是在跟姐开玩笑吧 这些都是哪来的 姐 这些都是我一个礼拜挣的 这不可能 他礼仪一穷二白 连个工作都没有 凭什么能弄到这么多彩礼 一哥的本事大着了 随便卖个蘑菇 就能赚几十块呢 卖蘑菇 小雪 这些都是提亲时的礼物 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再给你起一座 大房子 不用了 没有大房子也可以的 放心吧 说的说的 那这亲就这么定了 等看好日子 你们两个就可以结婚了 祝你们夫妻两个 夫妻恩爱 永结同心 早生贵子 白偷偕老 好 你又犯什么事了 干部门让我抓你去公事的